上個禮拜我們已經介紹過 也讓大家體驗過Dimition 有沒有感覺使用起來還蠻簡單的 那我們這個禮拜呢 再把一些可能大家呢 在使用上還不錯的這些小技巧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能夠掌握 這個Dimition的一個操作 以後呢 你在套用之後就會比較順暢一點 那首先給各位看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學校的沒有中文嘛 但是呢Dimition 現在最新版本是3.4億 那他其實有簡體中文 就像你現在看到老師的這個畫面一樣 而且呢 第二個 他在這個版本 有增加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形狀 各位還記得我們在Photoshop用過文字的變3D嗎 現在呢你不用到那邊去做 其實在Dimition裡面就有一些基本的 圖案你可以直接產生出案 那就可以直接用 就不用說我在 從Photoshop這邊再匯過去 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3D 其實我們也可以從Photoshop這邊匯過去 這樣也可以 還有呢 再來就是我們上次有提過他有加入 叫subtance有沒有 賓購別人的 你看下面這邊 上面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有的 叫做標準的材質 那下面這個呢就是 有更多的材質 你可以從這裡 去選擇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 就是在學校安裝的這個版本裡面沒有的 所以就先各位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 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囉 如果呢 各位你要把這個軟體使用的比較好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有列出一個第五個 第五個 我有放一個小技巧的部分 你可以把這個Google文件打開 來看看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這裡面還有一個新功能 是跟各位像 這個叫做 看一下 這2019十大功能整理這個 他裡面還有提到 就是那個夏老師的 他有提到就是 像你如果在伊拉崔德拉 裡面 你有做了好幾種不同的什麼 版面 不同版面的那個 配置 你還可以直接在底名曲裡面切換 但是這個目前我們在 學校安裝版本都不行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花一點時間 讓各位看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好那你這個文件打開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一起來看看 好不好 現在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 他的那個尺寸 這個我順便復習一下 上次我們 在這裡 你就PREVATE NEW 對不對 可是新版本 其實在這邊有點不一樣 新版本的話 其實 會像老師下面這樣子 就在他旁邊這裡 所以你按新鍵 建立一個新的 他旁邊這邊 其實就可以直接指定他的 展開的大小 那預設是1024x768 1024x768 我們這邊基本上也是一樣 點下去 只是呢 如果你要改 要到哪裡 到Canva 應該是Image 這裡 有沒有一個主題Size Canva 你如果說我現在進來的 可是我不知道多大 那我就從這邊 直接來做修正 對不對 你在這邊就可以改 所以 他預設也是1024x768 這個是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上次我們就直接用而已 並沒有告訴你怎麼做調整 那再來就是 在這邊 這個是 我們講過 如果你覺得Photoshop 比3D 你不太容易去調整他的 順機 跟我們的這個 背景 對不對 要對齊 他有一個叫做匹配 中文叫匹配 就是在右手邊 你只要進到場景這裡 環境 這裡有一個叫Match Image 英文在這邊 所以只要把你的圖 找到了 丟進來 然後你的模型找到了 你可以直接從上面做篩選也可以 你今天要什麼樣的形狀 他裡面當然會有一些基本的形狀 但是呢 如果沒有 沒關係 你可以從外面叫進來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進來了 好那我們把他酷一點 把他酷一點 那我點到這個環境 Invime 這裡就會有叫Match Image 他就會幫你計算 對不對 好那如果你覺得不滿意 我們再去調燈光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上次有跟各位 稍微提一下 你可以在 這個 Dimension裡面 透過這個叫做匹配 中文它把它分成為匹配圖像 但是其實英文叫Match Image 你的攝影機角度就會比較OK 那再來是 如果你要從外部 把模型叫進來 可以從哪裡 可以從 選單這裡 從選單 File裡面有叫 在這邊 你可以找到 不管你是外面 的模型 外面的 圖片 都可以叫進來 有沒有 你可以把圖片變成 背景 也可以把它變成 所謂的材質 跟所謂的圖片 那 這兩個 材質跟圖片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材質的話就是會像 我們 地板 天花板 會怎麼樣 會拼貼 那麼如果是圖片 它就是等於像我們上次用的logo 那個概念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曾經去一個網站 叫做3D Warehouse 對不對 那個網站基本上 就是那個SketchHub的 使用者 他們的一個 分享的一個 社群 那 它的相容性基本上算是很高 那當然Adobe上面也有3D模型 那麼如果說各位呢 你真的找不到 上面 有適合的 其實呢 我記得 我們 這裡我好像沒有放 我們後面會有再介紹一下 就是那個 我看一下 這裡 Photoshop 3D這裡 其實也有介紹一些 網站 那你從這上面其實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找到很多 像我比較常用的是那個叫做 有一個叫Arch3D 我看看我有沒有放在這裡 這個 我比較常找的是這個 那你找到這個網站之後 你一樣可以把頭型叫進來 那 這個呢 你可以考慮把它用翻譯了沒有關係 因為翻譯過之後 你會看得更清楚 我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這裡有很多 那你今天呢如果你設計的 是一個像這樣子 椅子啦 或者是 其他的你可以找找他做右手邊的這些類別 看你要哪一種 那麼點進去呢 裡面就有很多 裡面就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找找看 好 看下一頁 它很多 有沒有 那這裡的業數這有什麼多 你就找找看有沒有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好 比如說要這個 我就把它 點一下 那它裡面呢 其實會告訴你 上面這邊 有哪些 有沒有 模型格式 基本上 我們的 Dimension 標準的 它都支援了 所以這些都可以 就可以把它按下載 好 那它就問你啦 上面這裡請不要亂看 這叫廣告 所以跟它沒關係 下載在這裡好嗎 OK 所以你就從這邊下載 有 下載下載的 有沒有 它是一個壓桌檔 好那你解壓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這個模型 或圖片 怎麼把它放進來 好所以一個原則 你今天如果在Dimension裡面 你想要 就是把這個 外部的模型把它叫進來 你可以透過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邊 Import那 選單這裡 在這裡 匯入匯入 有沒有 在這邊 所以我找到它 現在快下載完了 好下載完了 OK 應該是 這個 我把它解壓說到它的資料夾 你可以進來看一下 這裡呢 有它的基本的說明 點進來 有沒有 它的材質也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 OBJ 後面應該還有3DS 那這個呢 都是我們Dimension有支援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把它叫進去 這樣 import進來 選擇3D模型 當然偷懶的你也可以像我一樣 就按著它丟進去也可以 這樣 也可以 所以你就等它一下 進來了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桌子在這裡 對不對 你要移動一下 拿過來 就自己調 然後呢 你的攝影機 記得 我們的工具箱 對不對 這邊是條攝影機 這邊是條 物件本身 所以它都有像我們Photoshop以拉圖一樣 有沒有 都有隔開隔開 所以你要轉不同角度 你就是 像這個 有沒有 結果 桌子倒了 有沒有 所以呢 鬥起了 怎麼辦 要調模型本身 就要把它翻上來 叫你站好 對不對 翻過來 90度了 放在地面上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說你可以用這個直接這樣調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有時候你這樣調 其實 說真的 你看不清楚 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在上面這裡 我這個 地方 有寫到 有一個 可以把它放到地上 看一下 下面 喔有有在這裡 第九個 有沒有 它有選單 就是可以放到地面 一個叫 移動到地面 這兩個其實都可以 那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在物件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 這是舊版本啊 所以它只有這個而已 那我們就把它按一下 我可以很確定 它一定 放在地面上 那這個時候我攝影機後退一點 後退一點 如果你的 電腦 你想放在 桌子上 你就把它拉上來 對不對 自己再調一下 它的位置 如果 那在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做對齊 你覺得行不行 當然可以啦 你可以用框的 有沒有兩個一起選起來 所以呢 我們在小技巧這邊 我有提到一個 怎麼對齊的方式 這裡 怎麼對齊 那麼 因為呢 跟我們在 以打吹人 和風秀一樣 有時候物件要對齊 只不過你現在是三度空間 好 那它的對齊方法 跟我們 之前用過的 一個叫做 TinkerCAD 有沒有一個線上的 AutoDate 那一家公司的 有點雷紅 所以當我把 這兩個物件 一起選起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邊 上面這裡 舊版本的 好像是在這邊 糟糕 舊版本好像沒有對齊 我們現在這個沒有對齊 這裡沒有對齊 只有新版本才有對齊 所以如果你用現在用這個版本 很抱歉啦 勤勞一點 只能自己 對齊而已 這個比較不好意思啦 好我先把它再縮小一點 縮放縮放在這裡 OK 我把它縮小一點 這樣我再放上去 好 再找到這個 再請他下來 OK那如果像這樣你覺得看不清楚 攝影機就可以前進啊 對不對 好平移一下 拿過來 攝影機在前進 這樣你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舊版本有舊版本的優點 但是 他基本上就是 可能我們剛剛提到 有一些新功能 因為後來才增加的 可能在這邊沒有辦法用到的話 就只好勤勞一點啦 這樣了解 好所以我們把幾個 那個 那個 小技巧 你在操作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的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這樣有沒有問題 待會我再講 後半段的部分 好不好 這幾個部分 你可以先練習看看 尤其我剛剛講的 這個 Archew3D 這個網站 如果你覺得 我們上次介紹的那個 3D warehouse 還不夠的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來 示範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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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